李嘉诚生于1928年 是香港企业家长江实业集团创始人 他以卓越的商业眼光和领导力继身全球富豪榜 李嘉诚的商业智慧塑造了他的传奇经历 从年轻时贩卖废品起步 到后来在房地产、港口运营等领域取得成功 他的创业旅程充满坚韧和决心 除了自身的优秀和杰出的经商智慧 李嘉诚的交友原则也让他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得更远 李嘉诚有四交 七步交和六步合作 要交的四个朋友 一、交一个默默支持你的朋友 在你身陷困境时默默地支持、关心你 成为你的坚实后盾 二、交一个正能量的朋友 当你情绪低落时 他能给予鼓励和积极的能量 三、交一个引领你前行的朋友 愿意充当你人生导航 与你一同踏过泥泞和茫茫迷雾 四、交一个坦诚批评的朋友 时刻用真实的话语提醒你 让你认知到自身的不足 助你更好的成长 七步交的朋友 一、对父母不孝者不可交 二、为人刻薄者不可交 出言不逊 口无遮拦 为人不丈夫 除事不能将心比心 此类人往往会伤害他人 三、斤斤计较之人不可交 凡事斤斤计较 生怕自己吃亏 偷鸡钻银 耍小心眼儿 似乎以占便宜 方能使其心态安然 四、不知敬重之人不可交 俗话曰 来而不枉非理也 凡事有来有往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又则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对自私只知索取小人 何必相交 五、善于阿余奉承者不可交 此辈往往见风使舵 好力妄议 此种自私有余 无意数辈 是人生中最危险的人物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六、对权贵 无原则不可交 做人有自已的尊严和人格 或高官或平民 或大款或贫者 都为血肉之躯 不可仰视 以秀他人鼻息 也不可俯瞰他人 使之卑躬屈膝 七、没有同情心的人 不可交 要么心肠歹毒 要么自私超超 此辈为伍 如同以狼为伴 六、不合作 以不与私欲太重的人合作 因为他们看不见别人的付出 只在意自己的得失与结果 二、不与没有使命感的人合作 因为他们以赚钱为目的 三、不与没有人情味的人合作 因为在一起会不快乐 四、不与负能量的人合作 因为他们会消耗你的正能量 五、不与没有人生原则的人合作 因为他们认为赚取利益就是人生原则 六、不与无感恩之心的人合作 因为忘恩的人必然会负义 蜕变之旅 心生之意 你学会了吗